道理愈講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講愈有理 听众朋友好嘞 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愈讲愈有理 我是主持人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 露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由于中共的隐瞒 导致了武汉发言在全球肆虐 然后中共又做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回应 导致全球开始向中共追责 再加上近日中共的两会通过了不需要香港人同意和讨论的《国安法》 马上见到西方的民主国家出来谴责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今天请露桥来和我们分享这一方面 看看他的看法是什么 或者先说一下六四 在香港已经过了 很多人以为这次因为这个禁聚令 香港应该是很冷清的 但结果也是令人很意外地发觉 维多利亚公园的悼念晚会 也有超过万计的港人 他们跨过一些铁马至法的集会 所以我看这些图片仍然觉得很震撼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一就是禁聚令 你出去其实就等于犯法 第二就是《国安法》 现在是甚囂尘上的时候 仍然有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决心 香港的情况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开始明白 当年六四他们出来 为什么他们要出来 也访问了一些记者 访问了一些现场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现在明白了 香港过去一年的惨烈情况 其实是一点都不压于这个六四的 六四是当晚死了两万多人 根据英国的解密的资料 但是香港没有死那么多人 死了有人统计是六百多人 但是问题就是 那六百多人就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 但是很多失踪 被失踪 或者已经是不见了 或者是浮屍 或者是被奸 或者是很多这些 在这方面的他们计算出来 但是问题的那个 慘烈程度是整年的 就是那些年轻人他们在身体上 他们的心理 情绪上 那个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就不再说他们在学业上 在将来的事业 或者是他们 就是以后和家人的关系 那方面的牺牲了 那香港情况就是这样 美国今年就比较慎重了 就是去悼念这个六四 那除了美国国会每年都有一个 惯例对六四事件发表声明之外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 国务卿和一些六四幸存者 好像是黄丹那样 他们就拍了一张照片 那就是在推特上 就是在推特上 就没有说到什么 但是就post了这张照片 那当然非常震撼 也都是这么多年来 很多民运或者六四的人士 其实都很想和美国高层 是有会面的都没有成功过 最多就去到南斯佩洛斯那里 但是今年呢 是由当政的蓬佩奥利 出来接见 那当然是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另外呢 就是国会也都颁发给这个天安门母亲 一个国际妇女勇敢奖 那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 就是可能是民运人士 或者是直接参与六四的人士 他们已经是渴望了很久了 就是他们渴望他们这件事 是受到国际的承认 就是他们不想国际 炸底看不到 炸底没有发生 特别是美国 那这次来讲 我都觉得六四 已经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 是中共的丑恨的、恶恨的一部分 是怎么样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摆脱的了 那现在再加上香港的反送中各方面 所以大家对六四将来来讲 可能会和香港的反送中是一切来讲的了 到目前为止 在美国方面 又或者在西方国家方面 具体出台了制裁名单 我看到那天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都说到了他没有打算 对习近平的个人进行这个制裁的 看来川普还是想给一些机会 习近平 那美国就对于香港来讲 我们就等得很辛苦 就是看看他那个香港民主及人权法 究竟他制裁些什么人 我们就有兴趣看一下 他究竟制裁哪几个 但是始终都没有办法知道 暂时没有办法知道 也都没有封诚 另外我们很想知道 美元和港元是否仍然挂钩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没那么快 但这个对香港来讲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香港人都换了港币 换了美元 但是我们最终都是想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还要他们是如何实际行动上去 比如说取消关税 它的细节 它的期限各方面 那么大的事情我们真的看不到些什么 那么就美国来讲 就跟香港有关的 就有少少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讲香港自治法 那这个是立板来的 立板的民主及人权法 但是现在来讲还没过 另外就发了一个旅行二级警告 主要警告在香港的美国人要小心了 因为他们会被监控 和可能会被任意的执法 就随便抓他们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前排少少 在香港就大家都很震惊的 就是美国那个驻港的领事馆里面 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在心湾 就是有六栋大厦的 那个心湾在香港来讲最美的地方 最好的了 最美的了 对正是海湾对正那里 那里是最美的区来的 那么他们72年前 他们应该是1948年 1948年 距离现在应该是72年 他们那时候买的 现在要出售 所以这件事对香港的震撼很大 因为你一个地方 美国在这里买了这么久 但是这个时候要出售 那么大家就 那当然就很震撼了 那么除了这两样之外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有更多的有关香港的新闻 香港的 就是美国的 各方面的做法 虽然在香港不是说太多的动作 但是这几个动作 其实已经是 对中共方面造成很大的压力了 但是呢 在美国本土呢 就有很多 很多东西出了 那么大家都听 就是上个礼拜六 就有三千的 和解放军有关的学生 就被勒令退学了 马上要走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另外也都传了出来 就是美国会禁止 你某一些中国来的学生入境的 直接不让他们进入 但是你这方面就没有太多的讯息 那这个就已经是这样了 就是36万的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 他们要小心了 真的要小心了 真是 给三千人你看看 是投赛 以后会发生什么 你自己想了 这件事真的要小心了 第二个当然是很触目的 就是那个禁航令 6月16日 美国就会禁止六间 这个中资的航空公司 不准再来美国 就是所有中资的航空公司 都不可以来美国 这个表面上就是 好像一个禁令 但其实那个意义是很震撼的 你想想两家人 决定你的车不用来我家 我的车不用去你家 就断交了 就是航运在现今的社会来说 就算是非常不喜欢的地方 你都会有飞机去的 但到这个地步 中国早就禁了美国的航空公司 不让他们进来的了 所以这次美国是 几乎是报复这样 或者是我想 就是用报复为名 就是不让你的中资航空公司 进来美国 以后如果你要回中国大陆 我想你就要坐其他航空公司 兜来兜去 你才能回到中国 所以这个意义是很深刻的 你想想 美国和中国一年前的交往和现在比 真的都差太远了 现在是第一步 差不多是 physical的切割了 关于美国出航运禁令 其实此作俑者 又是中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自从疫情之后 美国从来都没有禁过 中国大陆来的航班 只是对飞往美国的人 如果不是美国公民 又或者是绿卡的居民 又或者是这些公民的家人之外 全部都暂停进入美国 又或者是检疫的 而对航班方面 美国是从来都没有禁过的 要禁航班都是中共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中国大陆 禁了美国的航班 和其他国家的航班 就是国际航班全部禁了 只是给他自己的航班用的 而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还要求其他国家 不可以随便检疫 又或者是拒绝 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旅客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了全球病毒的肆虐 但是现在美国要恢复经济 那只是你的航班可以飞 其他的航班不可以飞 有没有这个道理 如果是说公平竞争 这种行为也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美国出了这个航运禁令 是对所有去中国 或者在中国出来的人 都是莫大的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了有些学生回到中国大陆 说要五万元 人民币一张机票 如果那些航班全开了 他要不要五万元呢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美国其实是在帮着全球的人 如果在这些事情上 美国都不出声 不为自己的航空公司争取 那美国政府做得不对 这件事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政府现在出声 其实是在帮着全球 是在帮着全球的航空公司 非中国大陆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现在也看到了 美国一公布了这个航空禁令之后 中共方面立刻就出了一个 开放国债航班的措施 本身美国出的这个航空禁令 就在6月16日开始 但是中共马上出一个 开放国债航班的开放令 是6月8日开始 那你是不是说帮了全球的人 包括航空公司在内 包括乘客在内 看来川普又帮全球的人 争取了利益 那究竟还有哪些方面 中共受到全球的围堵 那我们再听路桥的分享 有一个今天就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我们未听到宣布 就是说路透社透露 就是央视和中国新闻社 可能就会被美国定为外国使团 意思就是说不是媒体 是要受到美国的监控的 他们请人也好 他们解雇也好 他们请什么人也好 要通知美国 他们如果是租的地方也好 买的地方也好 要得到美国的允许 而且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入到白宫去采访 大家记不记得 前一排二月的时候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 美国办事处、中国日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和中国环球电视网 已经被列为外国使团法 现在加多两个 我还听到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因为现在美国还未公布 包括香港的凤凰卫视 香港凤凰卫视就不是香港的了 它是假的 假借香港 經常出口转内销的 我知道很多海外的华人 是看很多凤凰卫视的 很多台湾的蓝营的人士 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去的 香港人可能就少一些 色湯国瑜那些 都是很多看凤凰卫视 现在凤凰卫视可能都是受 被列为外国使团法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已经开始 针对中共在美国的滲透 大量地做事了 近日我们也听到 这个前白宫的策略师班农 也说到一些华人媒体 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会不会 整完这一单之后 接下来就对着这些华人媒体 被我们称之为 大二梯队的这些 中共海外版的媒体下手呢 我们也会继续跟进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可以说是对我们海外华人 要得到真正的讯息 是一件好事来的 第一个就是科技的滲透 我们华为已经以前说了 今次不说了 因为都不是最近的新闻 就是知识产权的盗窃 这些东西现在也处理着 接着就是舆论 就是舆论这些央视 这些喉舌 中共的喉舌 就是美国现在处理着 当然我觉得美国要处理就更加多了 现在来说呢 就是我们听到 已经是有名 整天都出现的 就是TikTok 另外就是Zoom 这个开会那个视频 另外当然就是微信 是吧 就是这些就是中共 是直接控制海外华人 用的上特别的微信 全部都是用这些来的 就是发假消息啊 发一些反美的言论啊 任何的大外宣呢 都是透过这些这样的 软性一点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渗透华人社区的 完全是 就是中港台 东南亚 什么地方都包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 美国一定会是进一步 但是现在来说 先搞定这几个官方的媒体先 就是美国现在在做这一件事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酝酿着的 就是川普要将G7 擴充到G10或者G11的 那G7大家都知道哪几个国家 那现在呢 川普想加澳洲、印度和韩国 他们三个已经答应了 如果川普9月开会呢 他们就会去 川普也都说了 可能是11月他当选之后 当不当选不知道 他当选之后才开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是欧洲这些国家是反对的 但是川普就觉得应该邀请他 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在酝酿着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感觉到 这个联盟 整个联盟是承认着的 就是印太那些国家 现在就进来了 澳洲和印度进来了 本来是G7 后来是G20 那现在呢 川普将澳洲、印度、韩国 这些拉进来的话 其实就是拉一些 子同道合的国家进来 如果这个G10也好 如果是成型的话 其实联合国的作用 已经架空了很多 也就是说 中共想通过联合国来起作用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在南海方面 在军事上 除了美国相当活跃 在台海和南海相当活跃之外 他们也都是致限联合国 抗议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他们的倒召各方面 所以你看到就是 在军事上 在外交上 在香港问题上 在他的同盟国上 在技术上 在滲透上 美国就是 每天都有东西给你看 好像一支牙膏 人家说擠牙膏 它擠得比较快些 我唯一嫌的就是 我最想看的东西 我看不到 我最关心的东西 我看不到 但是呢 现在外面一些 其他一些 好像表面上 和香港没关系的 慢慢出来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想一下 川普上个星期 他在白宫的演讲 其实他没有讲 是香港的政策 他是中国的政策 他是将它 是当作一套 一个package 来做的 今天《人民日报》下面的 一个民族小报 就叫做《运球时报》 这个胡总 胡锡进 就说 中共的打牌还没出 我不知道它是没有牌出 还是打牌还没出 总而言之 以中共的性格来说 应该就一早已经出牌了 其实现在唯一看到 出牌的就是出了一个 海南自贸区 说要替代香港 上海自贸区也替代不了香港 河港海南 香港的独特之处 主要是因为它的制度不同 那你无论什么自贸区都好 无论在上海海南 广东 哪个地方都好 你的制度根本就没有变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一些影响都不会有的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相信中共一早就已经做出来了 不用等到现在 临急抱佛脚了 是吧 那英国都挺勇吓的 大家都知道 他们就已经说了 约翰逊已经说了 他们可能会放多到290万的BNO 香港这些有海外公民护照的人 去英国大家都知道 不讲的了 另外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长 Rab 中文译道拉布 也都说了一句很重的说话 他就说不惜牺牲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都要去捍卫香港 保护香港的人权 英国能够说出这句话 而约翰逊又亲自写信给泰吾士报 但后来也都在南华早报出现 讲他的立场 讲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都是挺难得的 你想想英国三个月之前是多么软弱 现在来说 我们感觉到他们是硬起来了 他们也牽头搞了D10 现在当然还没承认 D10的意思就是Democracy 10 意思就是他们要用G7 这七个国家 再加上澳洲、印度和韩国 就是要讲一下如何在资源方面 大家互享 才不用那么倚靠中共 我觉得由英国这样去提出 我觉得都是给我的感觉 都是挺受人鼓舞的 那麽呢 就讲到英国 当然就讲到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呢 他们现在就是 除了写过信 关于香港国安法之外 也都是写信去联合国 要他们拜专员去香港去调查 虽然这些事情都好像很虚 没有什麽实质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是在动的 这五个国家终于合在一起 就是在动的 另外呢 就是他们都在讲 就是可能会分享 如果真的 香港没有办法保得住 真的没有办法逼退中共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逼退中共 让他们撤去这个国安法 或者将那个国安法搞到 根本就一塌糊涂 根本就没有什麽效力的 这个是最高的目的 也是香港人最想看到的 就是不要它国安法 但是如果真的不成功 就是要玉石俱焚的时候 英国会接两三百万 加拿大一向移民 就是每年都有三十万的 是一个percent of加拿大的人口 就是三十万多 那他当然就不只是拿了香港 但是他会考留名目 就是会加一些其他的quota 就像当年他接伊拉克的难民 但是他会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加拿大的移民国家来的 澳洲、纽西兰、美国都会这样做 就是留一个空城给中共 就是这个对中共来说 都是几大的杀伤力 似乎现在一直都没见到 欧盟有太多的动作 只是发表了一些声明 尤其是一直传闻中 欧盟里面的领导型的国家 现在德国是挺亲共的 尤其是默克尔 他有可能是现在想走亲共的路线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欧盟能不能顶得顺 欧盟又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那真的都挺重要的 唯一比较令人失望就是欧盟 但是我自己觉得欧盟是顶不住的 这些同盟国那么多人 默克尔他搞不定的 德国这个总理 他现在来说 他唯一被人感觉是很失望的 他什么都不肯表态 G7他也不肯去 本来是戴卫营开的 他也不肯去 被人感觉他和中共仍然是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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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可能 是抵受到这些那么多的压力 特别法国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法国做了一个民调 就觉得一些民众是非常之憤怒 过一半的人数认为中国 中共应该为这次的疫情是负责任的 所以那个民调也是相当之反共的 我觉得马克龙在民调之下 也都不可能说不动 以我所知 德国默克尔他在他的党内 和他的议会里面 受到强力的攻击 德国人对他很生气很生气 就是因为他那种亲中的政策 所以我想一切的事情都慢慢在那里 就是接着他慢慢跟 等欧盟慢慢跟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 所以等他们上来 加拿大都有好消息 除了孟晚舟上次 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说 他多数会引渡判决之外 路透社也都拿到更加多的资料 证实了孟晚舟在香港 就是华为在香港的Sky.com 那个公司 他是刻意售电脑 卖电脑 这个指控 路透社这个消息 是很强的 就是 直接是证据确作的 拿到他们内部的文件 是用英文、中文和波斯文写的 所以不能甩掉了 孟晚舟是不能甩掉的 但是最令加拿大人鼓舞的就是 加拿大有三间的电讯公司 一间就是Rogers、Telis和Bell Rogers早就说了 就不会被华为参与 他们五支建设的 但Telis和Bell 大家都很心大心小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被华为 但是昨天就公布了 是他们拒绝 已经不会跟华为有任何瓜葛 就把这些生意给了Ericsson和Nokia 即是芬兰 欧洲的公司 那这样东西是令到加拿大人很开心的 因为加拿大的民调 是80%以上是反对华为 在加拿大做生意的 也都给这个杜鲁多 可以说给他一个下台阶 但是他本来他的计谋就是说 尽量要这两间公司不侵华为玩 加拿大做决定的时候容易一些了 那现在这两间公司 真是不侵华为玩 那杜鲁多呢 我不知道是杜鲁多 因为杜鲁多的原因 因为他们自己个人的公司的私人企业 他们自己的自己的决定 但是这件事会令到杜鲁多 真是有了下台阶 所以加拿大也是挺鼓舞的 踢走华为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就是踢走孔子学院 踢走华为 其实都是直接跟这个中共是say no 民意方面呢 我看一下报纸都是非常之兴奋的 哇路桥这样讲讲讲 似乎西方所有的法达国家 多多少少现在都在中共施压都在做着 而且上个星期 川普总统也宣布了 跟世界卫生组织WHO是断交的 根本就不给钱了 现在看到的情况 突然间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赞扬美国 又爆了很多关于 他们当时跟中共来往的资料 其实里面的内容都挺震撼的 都是讲中共怎样隐瞞疫情 怎样不将真实的资料给WHO知 究竟怎样去解读呢 让路桥跟我们分析一下 但是我想这个星期最令人兴奋 就是莫过于美联社爆料 WHO很多内部的文件 洩露了出来 当然里面自己放给美联社 又不放给路透社 故意放给美联社 我想都很有心意了 他知道美国 川普要弄死他 他就放给美联社了 里面就说了 有所有的证据都是指控 中共隐瞞疫情的 有证据的 也有很多人分析 就是谭德塞和习近平 真是两个是好朋友的 两个是狼狈为奸 那这次WHO里面那些其他的官员 想来想去 你被谭德塞累死为止 整个WHO不但没有了分析 以后整间的机构的声誉 是毁于一旦 不用出来再见人的了 没有了信用的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听说这些官员 就是和谭德塞反水 就不再補谭德塞了 你要去捧大脚 你的事我们就不参加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这个直接 就是完全讲得出 中共是怎样隐瞞疫情 特别是习近平 他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消息 都是比我们一直 我们所说的中共在衰落当中 它现在是受全球的围堵 它是全世界say no 不但是政府 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民意 普通人 普通就是一般人 他们对中共的看法 所以现在来说 你看到好像各样都慢慢齐了 就是各样的要素都开始齐了 也都讲到了中共的衰落 似乎这一次两会里面 尤其在最后的时候 真的出了不少事情 在这个中国里面 都不是小事情发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教授 叫做蔡霞 他就逃了去美国 他在一次红二代聚会上的讲话 就是被人录了音 或者他特意放了 他就拿了出来 透露了出来 他讲话的内容 是非常大胆的 可以这么说 他主要就是说 中国经济搞到这一步 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了 因为这个体制已经没有出路了 没有用的了 这个体制要抛弃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中共现在它所有的 所谓的马克思理论 全部都是废的 它是虚的东西 而你要把它包装成实的东西 所以他说 这个根本就是要从根拔起的 第三点 中共已经是一个政治殭屍 他没有点名 但是强烈地暗示 说习近平是一个黑帮老大 他想弄哪个就弄哪个 因为他有军权 他也有王滬宁在旁边 他想弄哪个就弄哪个 已经不成一个党 他做什么都没有人敢说不 第四个就说 这个党已经去窮途末路了 他说这个人如果不走 踢他去养老 重新来过 就没有希望了 第五点就是 如果不解决习近平这个人 这个体制 就会自由落体 意思就是 free fall 就是砰一声就散了 这个音频 真的是假的 就不重要 现在都未必是这个赛霞 但是这个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的音频 传到周围都是 所透露的信息 就不简单 另外呢 昨天又有一个 我就不是很认识这个人 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所以我并不是清楚 但是很多大陆的朋友 就很震撼 他说是一个叫霍海东凯 原来九十年代 是足球的名将来的 他昨天就发表了一个 也都是叫做什么 新中国联邦的这样的声明 他还和班农 Steve Bannon 一起读 读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宣言 他读中文 班农就读英文 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宣言 他就鞭撻了中共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另外呢 也都讲了他们将来的 建立新中国联邦的那个意义 和那个所谓的建国纲令 这个时候 有没有人觉得 也有些好像有些巧合那样 那么多人同事出来反 前一段时间就是任志强 现在就来了一个赛霞 是体制内的 中央党下的教授 而这位霍海东也是名人来的 那么多人出来说话 但是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很多人都是猜测 李克强可能 都是这个反习联盟的其中之一人 因为他最近说的东西 都是令到很多 我想很多人很震惊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说他说了一句话 在两会里说了一句话 他说 在中国有6亿人 他每个月赚是少于一千元 这个和我们很多的海外华人 以为中国崛起 大把钱 钱多到漏油 这个看法差很远很远 中共可能很肯在一带一路 在外面表露他的多风光 但是从来自李克强的口 没有可能是错的 6亿人 他每个月赚的人民币 只不过是一千元都不够 只是百多元美金而已 一年是千多元 二千元都不到的美金 一年的收入有6亿人 所以这句话 是对很多人很震撼 特别是包括海外华人 以为中共有钱到漏油那堆人 另外最近他又去地摊 又和别人拍照 他这个地摊经济 也都令到人很震惊 中共 中国为什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步 不是2025要搞这个 就是2025的计划 所有新科技成为龙头 现在每个都走回地摊上 有些人就觉得李克强可能故意 故意落习近习近平的面 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应该可以说 中国内部都是在移动的 中国是在移动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因为很多的信息 这两三天就发生了七八条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必要综合一下 给大家知道一下 在这里和大家补充一点点的内容 刚才六条讲到了 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两会的记者会上讲到了 中国现在有6亿人 他的收入是低于1000元人民币每个月的 真是少得非常之离谱 他的数据有没有得到认证呢 其实是有的 这个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在一个调查里面 讲得非常之清楚 5.47亿人 月收入是低于1000元 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以下的人 有5000万 加起身就是6亿了 他的调查报告里面 还不止是这样 调查报告里面讲到了 1090元到2000元里面的收入人数 这一部分人是3.64亿 也就是说低于2000元收入的人 在中国大陆目前 是超过9亿人 即是达到了9.64亿人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无论你是什么立场也好 听到这个数字 这是真实的数字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李克强当天说的数字的时候 石头真的很震惊 但是我今天看到 北京师范大学做出这个调查报告 石头真的想哭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正如路权才说的 出来旅游的人 真是豪爽的 这也是事实 但是现在看到的数据 九点几亿的人 在生死之间挣扎 而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 这么简单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做了什么 石头真的不敢想象 哪一个人是将他们的生存权 剥夺了的 我们要追究这件事 路权先说到 中共现在在衰落着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真相 会继续被揭露出来 我们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 或者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众 时间关系我们暂时说到这里 你现在收听的 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 拜拜